三宗確診病例 兩名死亡個案分別是87歲和27歲的上海男病人 他們都在2月發病 然至3月初不治 其中一名27歲死者是豬肉攤販 另一個35歲來自安徽的女病人 在3月初發病 目前情況危殆 在江蘇留醫 三人在發病初期 都出現發燒、咳嗽等呼吸度感染症狀 當局暫時未能確定病毒源頭 以及是否有人傳人的風險 國家疾控中心子 過去只是在琴淚身上 發現過H1N9病毒 相信今次有人類感染是禽流感病毒變種 現時未有針對H1N9禽流感的疫苗 疾控中心已將病例通報世衛 以及港澳地區的衛生部門 今次其中H1N9病例已引發質疑 當局又再隱瞞疫情 網民更加懷疑 事件可能與上個月萬多隻死豬 浮屍黃曝光上有關 香港封頻電視記者 尼漢文報道 às分析 記者 農村 襲